另外一件事就至于疾病方面来说 在新一年的话 其实关键就是今年的年底 就是冬季的时间 我们假设是十一二月的时间 都是关键来的 如果疾病能够在年底的时间 能够受控制的话 就在新一年的状态 就应该就没什么特别大问题 而如果倘若在年底的时间 十一二月的时候 他没办法控制得到疫情的话 相信就有机会 疫情要再持续多半年时间 那才可以得到控制 不过我相信在未来的状态 因为见到政府的状态 在未来的时间 其实他有些不是那么稳定 不是那么稳定的时间来说 会导致到影响到很多 在发展上面 就业上面 甚至医疗上面 各方面都会有些大的影响 而这个疾病最难控制的地方 在哪里 因为他会透过空气 和会直入到肺部 即是呼吸度的问题 而这种疾病的话 他需要去控制的话 有些难度 因为你没有可能叫人不呼吸 所以如果他没有疫苗出现的话 是有些难的 如果按这个本体 那些疫苗可不可以出现到呢 或者什么时候可以有机会出现到 其实农历9月份是有疫苗出现的 即新历年分钟10月左右 其实是有机会有疫苗出现 但是疫苗是有一种不稳定的作用 有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我相信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研发出来的